這個是什麼 紅肉地瓜 紅肉地瓜 這故事又從哪裡來的 這個就是有一次我到黃昏市場 結果看到一個阿嬤 是 看到一個阿嬤 坐在小板凳上面 然後前面有擺一堆地瓜 我想說就幫他買地瓜回來 讓他能夠早點回家休息 對 我想說要準備料理 我也是一樣 就跟豬絞肉有沒有 又放在一起 又放在一起 事情就出在這個豬絞肉上 所以我很感謝那位阿嬤 對 其實這個很好吃耶 我覺得 我覺得他還留了一點點那個 地瓜原本的那個生 比較生了一點那種 削過皮的那種味道 然後新鮮感 對 它不是說像我們已經地瓜 是蒸熟的完全的那一種感覺 搭得很好 要學的還很多啦 是 怎麼煎成這個味道 下面那個蛋是怎麼來的 就是要放麵粉水 它才會形成那個冰花 冰花 形成那種冰花 然後這個會加蛋也是 因為有一次在家裡 就是一邊在煎煎 一邊在煮湯 再來 來 然後 一定要去電視公司 當編劇真的是 然後 然後我突然想吃火爆蛋 這兩個爐死不夠 我就夢了 竟然洗一口 兩個就交在一起 對啦 我就直接蛋 我就直接淋下去 意外發現 那個視覺上很療癒 好漂亮 很感謝他們啦 很感謝他們 那個比較走 我來了 他們是我的 這我的照葉 對 對 照葉 你看這樣子有沒有 真的很有趣 對 很多選項是不會寂寞的 真的 不寂寞吃吧 而且我覺得它每一個味道 截然不同 肉沙性還滿大的 其實它裡面的那是韭菜 跟高麗菜嗎 對... 還有它的我覺得是那個蔥 蔥啦 蔥跟高麗菜 對... 它那個蔥香味 雖然是裡面的主角之一 是... 對 那種新鮮的蔥 然後它的水分 那當然不外乎它的那個蛋味香味 你真的要考考它 我就不相信這個醬油有什麼故事 這醬油的嗎 這... 有一次... 有一次怎麼樣 醬油啊 這個我就... 巷子外面啦 這個就... 不是人了解啊 不是人了解啊 不是本堂啦 對... 我的醫生都奉獻給水餃了 你也是個醫生喔 不是啦 那醫生要做什麼故事 因為他本來看那影歌 對... 後來講一講 覺得水餃不錯嗎 歷然起來放下了 醫學的那個在後面的研究 我怕他幫水餃比較快 因為我們喜歡很愉悅的 對 就好像你都會那種五彩斑斑 跟所有的來吃東西的人 這樣覺得吃得開心快樂 又有功夫可以學 是... 我們是這個宗旨啦 對... 感謝你... 你用水餃跟大家交朋友 我們用我們的娛樂 跟你大家交朋友 是... 但是老闆就是分享 愉悅的一件事 喜歡我們池城都市穿梭香店的 旅行風格嗎 那你現在要做的事 按上訂閱加上小鈴鐺 快點... 快點... 再按下... 有時候再按下大聲 那你吃到小鈴鐺 好... 這一盔